你能不能上舞台 你能不能上舞台 我觉得如果我上不了台的话 我也可以 不要这样 不是 就是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舞台 整个舞台的呈现很重要 就是可能我刚刚好 不符合任何一个舞台的形象和要求 然后那我就不上了 因为你看这个节目 它对舞台就是很重视 我的老师 他的想法都很坚定 我自己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就是没有办法好听 我满了是吧 还有两个训练室是没有舞台的情况 我 真的吗 谁啊 张宇柔 谁是重心啊 那我觉得我是不忍心 因为很热爱嘛 大家都知道舞台其实是有限的 跳一次上一次 我也是从这个比赛赛制当中出来的 我就觉得 太心疼两个女孩了 我们歌是能加人的吗 可以 可以 让他们俩先过来吧 我跟他们谈 我觉得OK了 我才是 我并不是说我现在 因为如果我现在要了他们 我就是在可怜他们 我觉得那样的话 我对于他们太不尊重了 对 所以我一定要知道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坐吧 其实我人缘满了 我更多是心疼 因为我也是跟你们一样 从这一步走过来的 我特别能够提会你们的一个 心态的一个感受 你们想来我这边吗 想 你呢 OK 行 张语格和宋欣 现在是有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人要他们 就是说 综合实力它不是很差的一个状态下 我就会选择把他们留下 你们俩觉得可以吧 鬼和子异他们 就是我说的算 为什么我找你们上原因 因为我觉得可能会对你们不公平 因为我们赛制就是说 我们这边只有五个人 然后五个人的话 我们只有五个怕 对吧 那如果多了他们两个人的话 就说可能要多分趴 所以我说我要问一下你们的意见 你们好不好 我其实OK 我上游戏也没什么意见 可以 我也 可以 都可以是吧 OK 等一会休息 那我跟他们聊一下 现在商量一下吗 你们觉得OK吗 就十个人 你最从这边不太重视 其实还是 其实那个考虑就是 一开始想要 有一个仪式感 没关系 我还要尊重你们的一个想法 OK 我们会盯好的 然后分趴的事情 我们也会考虑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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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